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,人类那已生存的家园,地球养育了百万种生命。 在人类目前已知的宇宙世界中,地球是唯一有生命存在的兴起,科学家对地球的研究始终在继续。 地球,平均半径6371千米,周长4076千米,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球体,地表三分之二被海洋覆盖。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,地球并不是一个充满颜色的球体,地球大体分为三个结构,最外面的一层是地壳,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。 地壳以下的一层叫地壳,是固态物质、溶颜,以及液态物质组成的部分。 地壳以下是地壳部分,是由液态物质和固体物质组成,可以说地球相当于一个鸡蛋,外面是坚硬的壳,而内部充满液体。 但这是凭借着技术手段去得到的结论,也不一定是正确的,因为谁也没能亲眼看见,或许地心还有另一番不为人知的景象。 在上个世纪几十年代,苏联的科学家们耗费巨资,在地球表面钻了一个洞,梦想着把地球打穿,深入到地心去看一看。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,终于生亡到了一万两千米的深度,但是越生亡难度越大,地球内部的固态层非常的坚硬,普通的钻头无法打通。 而且,每接近地心一千米,温度就会升高二十摄氏度,也就是说在地下一万两千米的地下,温度就高达二百多摄氏度。 最终,苏联人放弃了这个计划,可能是随着苏联解体的政治原因,也可能是劳民伤财的经济原因,但是科学家在钻开的过程中,竟然听见了尖叫声和吼声,这是地狱的境地还是天堂的所在呢? 为什么在看似充满岩浆和固体的地球内部,有生命的声音呢?是不是地球内部真的有生命的存在呢? 但是随着钻探项目的终局,对地神秘的现象还不能解密,按照见有的地球内部报道说来看,如果钻探继续下去,这个坑洞将直接成为一个喷发岩浆的火山口,或许会成为人类灾难的导火索。 如果地心有生命,那么这个坑洞也将会成为人类与未知生命体接触的通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